2022 全能歌王蕭敬騰全時鐘演唱會 新年即將開始 好久沒聽到你的聲音 看得很容易累 蕭敬騰22日在上海舉辦記者會 一聲U型鏤空西裝獻聲 真的是超揚眼 更驚喜宣佈全新訓宴即將在上海開炮 預計三年要唱30場 就是要不斷超越自己 非常期待 非常開心 這場演唱會有大家喜歡的作品 當然也有新的還沒發行的專輯 馬上要發行的專輯 演唱會其實籌備非常久 因為其實去年就應該辦的 所以其實我們是做好非常完善的準備 當然還是有很多新的想法 目前真的還沒有 還是以整個秀的主軸為主 那我覺得嘉賓還是要看緣分吧 今晚是不是也開始期待老蕭明年 再唱回台北還翻小巨蛋 我把它才幫助整理報導